昨天林彦前局長有說不要在這次的槍擊案事件的劍術再做打撞 我覺得槍擊案的數字是陳其邁市長特別自己講的 他說今年只有三起槍擊案是六度歲病 所以我覺得請林局長回去跟陳市長講不要再糾結數字 我們從下來高雄之後就不斷跟議員還有自己在傾斗這麼多的基層 當然對高雄非常的有感 我現在唯一的問題是我們的證件發表只有五分鐘 那麼多的訊息有那麼多的證件想要跟大家來撤去 五分鐘時間怎麼反而萌縮讓大家都理解我想是最大的挑戰 對於到陳其店到高雄這樣這場鬧戰還是有點不一定的話 我想我們都非常歡迎台積電號任何高科技的產業到我們高雄來設廠 不過這種國際級的工作他們都對於產業的趨勢發展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個規劃 常常會隨著徐族的變動然後產量的增減都有他們一些彈性上的調整 我覺得我們就用平常來尊重這些國際大廠的這個決定 告訴在選舉前不必要做這種大內宣然後透過這個國際大廠 然後呢他們的藥或是塗藥或是眼管來做一個選舉語言上面的一些的操作 我們關於台積電但是最多他們所有的一個進步 我們要做這個進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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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一些證件是對的 OK 證件當然是我們大部分進步了進步告訴大家 就是讓產業進步來 教育好起來 通緝好起來 還有讓我們年輕人第一次活動高起來 我想進步實在證件當中 大家會希望能夠進步到各式搞自選的 進步解放的 好 那我們幫我們解釋一下 謝謝大家